以后不管是哪一种格式 反正你给我什么我就可以接 那怎么接 首先第一个 一样用那个request 然后get get后面的话 就把刚刚我们从json 就是从环保署的网站上面 按右键把网址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 一样贴到后面这一串 不过你会发现 跟刚刚好像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最后这个参数 本来叫csv 它就变一个json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url参数 就是因为它透过网页的参数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你传过去 如果它看到是json 它就丢json档给你 如果csv 那一样 xml我想应该改一样 所以如果你用xml 一样可以改 那再来的话一样怎么样 它是一个utu8 OK utu8 其实刚刚有同学问 怎么知道 其实要不然就是试试看 如果你不是这个就那个吧 给它两个 然后呢 一样我们是把它先执行一下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我们需要什么 把这个东西抓下来 并且把它列出来 特别注意 那列出来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跟刚刚csv一样 那可是问题来了 在这个资料 这个语言里面 我们一样用那个 用json好了 不过为什么跑起来 不很OK 因为它外面又包一个串列 中瓜糊 其实如果把这个中瓜糊拿掉 它应该里面应该都可以显示的比较 相对比较漂亮一点 我记得它这个格式化功能 那所以我只有把什么 把这个list抓出来 然后放在什么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也就是它 我前面讲过 它是一个字典 就是一个key一个value 那我只要抓到那个value 这一个 其实它就两个list 两栏资料 那我只要抓到它的第二栏 就是value资料 然后放在一个list里面 然后面其实处理起来 就跟csv是一样的 其他好像没什么差别 那怎么处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会有几个地方 可能比较注意一下 就第一个我抓到之后的话 我要把资料 因为我看到 它这个外面是一个中瓜红 所以理论上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串列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抓到之后 放在串列里面 特别注意 在这边的话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话 那如果它这个里面 假如说它理论上是一个自串 可是自串里面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有一个中瓜红在里面的话 那理论上它应该涨的就是 如果你把它抓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双引号 后面当然中瓜红后面 一样有一个双引号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双引号拿掉 让它恢复成它原来的形态的话 我前面好像讲过 有没有 有一个转换的一个函数 有没有 叫这个Evil Evil的话有没有 比如我们前面 假如说有任何符号 我如果要把它恢复的话 像双引号里面要取得它里面的数字 那其实就类似像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如果我要取到它 然后把它丢回来 让它恢复成原来的list的话 记得外面加一个Evil 这样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说 本来是自串的 它就可以恢复成它原来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中瓜红 它就恢复成原来 它是自串的形态 串列的形态丢过来的 OK 那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这个串列里面 会有很多个什么 很多个字典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字典 一个一个抓出来 所以我一个一个抓出来 前面有写过嘛 它里面很多个 那一个 按照就用forEach的写法还记得吧 forEach 所以这边的话呢 要每一个每一个抓出来的话 那底下怎么写 这边的话 我先print它的栏位名称 后面的话的话 我就打一个for 里面的DICT 这个变数自己取的 in哪里呢 在这个list里面 那这个写法就是forEach forEach 取每一个字典 在这个串列里面 那我就一个个取出来 所以第一个 基本上它第一个取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先帮我取出来 一直到哪里 这个有没有 里面可是有两栏啊 有key有value啊 那其实我不要key key我已经知道了 栏文名称 总有五栏 那可是value我要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 把这个value怎么样 enter一下 那取出来的方法 还记得吧 我这边有用一个简单 叫list view 简称叫lv ok 很像那个明白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要的那一个 所以还记得吧 那个东西的话 就是这个字典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所有的value部分 这个字典里面的所有 点什么呢 点value ok 这边就出现values 但是问题 它过来的东西 你记得要在外面buy a list 把它转换成串列 这样才ok 这个之前有写过 还记得吧 很有印象嘛 这个以后特别注意 那如果我只要value 后面东西 前面不要key就不用了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东西 都帮我放在lv 这个list里面 那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先print它好了 我们先print 我们先不用那么急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你要看一下 print看看会不会ok 執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的value就会一个个帮我怎么样 而且特别注意 里面只会抓什么 抓里面的那个value部分 key有没有抓 key没有 key就栏位 栏位不需要 所以以后你会遇到 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jackson 真的大部分就抓value value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它已经是一个串列的话 假设你要把它输入成csv 有没有 你就中间加逗点 里面东西一个抓出来 中间帮我加逗点 最后再把它存档right的出去 成一个csv档 可不可以可以 所以jackson转csv 其实也不难写 所以如果程式没有问题 同学你不妨可以想想看 只说我们这一题还没讲完 最后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一样嘛 把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 如果我可以有这个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跟刚刚的资料库也可以结合 有没有 就是一个这个 其实这个串列 就跟刚刚那个list2还蛮像的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 通通在并到list3里面 就可以写到资料库 并且读出来 所以其实 如果你已经写到这边之后的话 后面资料库就很简单 资料库怎么做 把刚刚程式几乎什么都不用改 从哪里 从这个上面 下载的上面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这个的上面 import 有没有 就是加一个sqlite3 然后一样建五个栏位 建五个栏 然后下载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 LV其实就是list2 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个list2 这边这个地方 不用sqlite3下一个 20行这边 Ctrl C 有没有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 print这一行 append就把它改成LV就可以了 然后并且把这个list3上面再宣告 再把它产生一个空的 等于是空的串列 基本上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就会跟刚刚跑出来的结果一模一样 看得懂意思吧 我刚刚说要把这个sqlite资料库产生 刚刚的这个csv拿来这边用 第二个就是下面这边 贴到哪里呢 本来是 它是list2 我把它改成LV 底下这边也是用贴的 最后的话呢 再产生一个什么 那个list3 然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一样 就是他一样会把 Jason 档写到资料库里面 并且再帮我把结果显示出来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不过怎么会多跑一个 栏位名称 是这边 程式里面也多一行吗 这边一行 然后 这边又一个 所以这边这个多出来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OK的 所以我把它恢复好了 我们把它恢复到原始状态 关键的这个 关键的 这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print the list OK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把下载的这一个文字档 加一个eValue 转成list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逐一个抓出来 抓它的什么呢 它的values 然后printl 这样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所以今天的话 所以今天的话 CSV Jackson OK 不过 难度会 越来越高了 OK今天的话 等于从那个地下跑到天上去了 因为我们本来档案都在自己电脑里 现在已经全部都在云端在网路上面 所以以后 request 就是你的档案可以放在网路上面 那这个放云端上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任何装置都可以抓取 比如说这个有点共用 共用资料的概念 任何装置嘛 反正你以后不管了 你手机也可以 只要去抓 你就把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data放 云端 放网路上 大家都可以抓取 所以像现在很多app都怎么样 反正放一个东西在某个地方 你手机打开 他就check一下 就是那个档案 那个版本是否是同步 如果你云端上面的版本比较新 他就问你要不要升级 或者自动帮你升级 OK 那个东西其实或许透过一个Jackson档 或者透过一个CSV 就可以跟你原来的data data base做同步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所以像手机里面 也同样会有什么 所谓的SQLite database SQLite database不是只是 Python在用 很多微型装置都有在用 OK 所以这个东西 手机上面app也是用SQLite 或者是有些网页的前端设计 像JavaScript 有时候存取 你也可以建一个 那个SQLite database 或者Bootstreet 就是类似那种前端的那种开发 也都用一样的技术 只是说或许在语法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但是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样 OK 所以有的时候同学常问我说老师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 那到底选哪一个比较好 我是觉得你要触类旁通 你要学一个之后 你其他也就要能够知道 否则的话你永远学不完 OK 因为我发现每个技术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相通的地方 而且有相同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说你学的又学一个新的 其实根本都一样的东西 只是表面包装名称换一下 其他内容其实我想都差不多 所以无论你今天是用Python写这个也好 或者是你将来要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 其实写法都一样 未来如果说你想对比如说像网 像那个先跟我提过像一个Jungle Jungle也是类似 你可以架一个那个web server 也可以把Python程式放进放上去 而且几乎程式都不太需要动 就整个就把它搬上去了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web service 就是网页上面人家什么 你可以从网页有没有 你想要做一个那个漂亮的表单吗 他要什么查一下马上就有 所以像我们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以后也可以弄一个前端画面 人家要查什么马上可以查出来 或者说他要画出一些报表 直接跳 只是说那个是web 如果未来你可以用boot3 把它包装 甚至手机上也可以看 然后连结一个QR code 扫一下之类的 马上可以看到对应的东西 其实这感觉就也还蛮不错的 应用可以更加的延伸 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未来 不是只有这边用到Json 很多地方都用Json 而且这个Json 你会看到前面有个J 这个J好像 其实最早是用在JavaScript上面 而且是把它包成一个物件 这个 我没有仔细去看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改良 那个Java里面的一些应用 然后把它弄得更精简 变成一个Dictionary 换一个名称 它有感觉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请各位熟悉一下 关键的地方应该就是两个 一个是eValue这个地方 记得要改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这边要截取什么 那个我们字典里面的Value那一栏 记得就是点Value这个方法 再加上转型这个函数 就是取得之后 因为它转它取得Value 回来还是Value的物件 如果你要转成List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List 把它包抢 OK 大体上这样 试一下 那再来后面资料库那一段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再把这个 后面Database改成MySQL 好不过我怕说 会不会负担太重了 没有你们就先 就是在听吧 然后相关的补充资料 云端都 而且并不会多太多东西 就是我早上跟各位讲的 只是说 第一个你可能要学会什么 如何把MySQL run 起来 OK 第二个 如何再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SQL line 改一下 就大概改 Import那个地方 跟那个连结的Connector 我们是SQL line是连一个档案 那MySQL是连一个Server 所以需要一个IP位置 加上那个你的账号密码 这样就OK了 等于你资料库就从单机变成 赤福Server版 当然威力完全是不同的 你会Server跟你不会Server 我觉得应该就差很多了 OK 等于是 好 那只是说渐进的 我觉得就是也大概知道怎么操作 所以待会如果你这部OK之后 如果要了解MySQL的话 第一步请各位先到云端上去 登录一个东西 叫做Sample 那个Sample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安装环境里面 有一个叫Sample 563.zip 你把它下载下来Sample 不过它档案还蛮大 100多Mb 如果你电脑里面本来就有 你就不用下载了 我记得好像本来就有 下载区 563.zip 对563.zip 如果有就不用下载了 不然大家下载会塞车 然后再来的话 你就把它解压缩 记得解压缩 就不要再有一个止目录 我是建议你干脆直接把这个Sample 剪下来之后 在C叠底下解压缩 根目录 如果你有C叠你就放C叠 如果你有D叠 我建议你放D叠 就是放根目录底下 不要多一层 因为多一层好像会多一些 又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因为像这种自由软体 他其实就不负责他 他这个有一些细节的帮你去处理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安全的做法 再来就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致辞 记得不要解压缩到 不要再多一层 解压缩致辞 他问你要不要是OK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帮我解出来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个懒人包 懒人包就是说 以前可能你要装 一个MySQL 环境 你必须要 至少要装Apache Apache 就是Web Server 还有MySQL 还有像一般如果你用Web 你要PHP 或者再加一个Pull 所以这个Sample是什么 X就 X是什么Extension 就是跨平台 A的话就Apache M的话就是MySQL OK然后P的话就PHP 第二个P就是Pull OK所以他等于是很多个懒人包所构成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东西要做什么用 第一个他当然里面一定有MySQL 第二个主要是架Server用 架什么架Web Server 架网站用的 所以我们只是把他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解与出来 就是MySQL 然后拿他来存放一些我们要放的资料进来 OK 那第一个你把他解开之后 打开来 记得里面不要再多一层目录 如果多一层目录 你就要记得把那一层目录 再把它搬到最外层就对 不要多一层 后面的话 再来的话 就请参考我们云端上面的第八个单 我看一下 应该基本上已经有写了一些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用了蛮多年的 应该是蛮稳定的东西 OK 那就执行什么 执行一 Setup Sample BAT BAT 就P式党 OK 所以DOSP式党你看人家做懒人包也在用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写按右键编辑 你就会看到里面都是P式党 P式党在哪里 在这边底下 Setup 这个按右键 其实你也可以编辑 或者是用记事本加加编辑 它其实背后就写这个 这个叫P式党 以前DOS我们常写的 OK 那就是做一个懒人包 我们基本上就E把它点两下 然后让它ROM 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再执行这个 叫Sample Control 的EXE 就基本上完成 然后再来就让它start start 启动 就基本上它就OK了 非常简单 解压说 Sample 把那个Sample的控制的EXE打开 不过 对 如果在那个Mac的话 可能要说声抱歉 要 你们要自己 不然你就Google找一下 有没有Sample for Mac的懒人包 好 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把细节讲一下 反正第一步就是把那个MySQL先ROM 放起来 第二步的话就再连结它 放东西上去 大概就这样子 以后如果你们专题的话 也可以自己弄一个MySQL 去取代SQL Lite 然后最好能够记得就是 如果你今天测试 你可以在SQL Lite测试 然后你要真的上线的话 你在MySQL上线 像我们以前做也都大概这样 因为你在Local端会比较好测试 最后你要上线 你再去把那些需要改的改一下 所以要怎么样 offline跟online 两边可以切换的话 这样的话对开发是比较简便 不然每次都要解决server的问题 其实也蛮麻烦的 OK 那这个MySQL的好处 比起像那个Oracle 那种大型资料库 那是真的 真是简便 那你说稳定性 我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 可能我没有那么大的东西在跑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跑起来一点也完全不逊色 OK 好 那试试看 待会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主要是针对 后面延伸到MySQL这一段 做一个说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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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